佛给我们讲,不生不灭,我们眼看一切现象都是生灭法,怎么会不生不灭? 这种甚深之理与真实的世相,有待我们逐渐提高自己的境界,到时候自然就明了,可是还要靠自己在解形上去努力。 古德给我们提示,学佛有四个层次,那就是性、解、行、正,分成这四个阶段。 首先要建立信心,因为信心不建立就会怀疑,你就不肯去研究,或者研究就会懈怠放逸,不认真。 无论做什么事情,如果对这个事情有怀疑,没有坚定的信心,这个事情就注定要失败,不会成功。 无论大事小事,这个事情要做得很圆满,很成功,必定是具足充分的信心。 佛在,华言,上说,性为道原功德母,性是大道的根源,是一切功德之母,无量无边的功德从信心而生的。 性能生功德,好比是功德的母亲一样,她能生。 这个比喻,比喻得非常好。 信心的建立,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。 我们现前所说的信佛,信仰三宝,都是属于迷信。 信是信了,三宝,佛法究竟是什么? 还不晓得。 不晓得就是迷。 但是你能够信他,这个不容易。 所以这种迷信是有条件的,不是没有条件的,有哪些条件? 第一个我们相信佛是具有很大智慧的人,具足很高的德行,他不骗我们,他能够教我们,我们将来也能跟他一样的成就,我们相信这个,这就是有条件的迷信,不是无条件的。 其次,佛教传到中国也有一千多年,这一千多年当中有许多聪明智慧的人,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都有成就,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见证。 我们看到这么多人修行,这么多人成就,信心是由这些条件促成的,我们对他有信心。 这个信的确是迷信的,有条件的迷信。 有条件的迷信,也可以称为强信,勉强地相信,不能称为正信。 什么叫正信? 这个信仰的产生,不是依赖于释迦牟尼佛的人格,也不是历代这些高森大德的成就,是对他的理论产生了信仰,明白这个道理,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,这种信才叫做正信。 正信从理解产生,对于佛法有研究,确实明白他的道理,这个信心生起来,这是正信。 这还不是真信,真正的相信是什么。 这个事情见到了,明星见信,我也见了信,见了信,这是真信,不是假的。 解悟,正信现前,正悟,真信现前。 信心从我们现在开始是强信,一直到成佛,真信才圆满。 我们学佛无非就是修信心而已,建立真正的自信心。 求解非常重要,求解有两个途径,一个是读诵,一个是听讲。 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,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,那就是要有一个好老师来指导,这是我们成败关键所在。 古经中外不管是佛法,是奸法,他之所以有成就,一定有个高明的老师指导他。 佛在,阿南问世佛及胸经,里,一开端就说明一定要接受明师教诫。 这个,明,不是有明气的明,明气大了,知名度高,也未见得有真正的学问, 这个,明,是光明的明,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明心见性的老师。 这个老师是过来人,唯有过来人指导,我们才不会错,路他走过,而且他走通了,他走到了,可见得他没有迷路,他指我们这路子,决定不会错。 如果你找到一个老师,他自己走这个路没走到,自己迷了路,你再找他,他指你的路子,也是一条迷途。 所以一定要找高明的善知识去亲近他,这就是所谓的师臣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1.诸法三分 这一段题是我们研究的方法。 诸法三分 诸法是指宇宙人生一切法是出世间一切法。 这是教我们在一切法里面观察,要面面俱到,不能只看一面,看一面就会发生误会,如果面面都看到就圆融。 3分 它的本体,它的相状,以及它的作用,这三双事情是一而三,三而一,三方面都能正确地理解,才将这个法看透,得到它的真相。 第一是讲,体。 体。 体里面有性体,有直体,性体是真的,不生不灭,直体是有生有灭。 性体是空气的,那就是总相,万法皆空,这里面没有生灭相,而且是长痕的,所以没有断灭相。 不但没有断灭相,也没有相续相,如果有相续相,相续就是生灭,就不是真常,真常里面没有相续相,这是讲本性。 本性,佛经上常常常讲,法尔如是,法尔就是自然的意思,自然而然,本来就是这样,这是什么都加不上,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起了一念一情,这一念一情就叫做无明。 所以这个境界,佛经里面常讲,不可思议,死是思维想象,义是言说义论,不能够思议,一思就是无明,一意就是戏论,戏论就是开玩笑。 这是讲到纯真无妄,是体空,是真空。 性体,空而无直,直是物质,它没有直。 此的举了两个比喻,如花之香,如镜之光。 比喻只能比个仿佛,没有法字比到恰好,没有东西能比喻真如本性,没法字比的。 这两个比喻说出空的意思,但是空不是无,空是有。 如花之香,香是六成之一,香怎么能比? 实在是不能比,但是无可奈何,拿这个来做比喻。 香是一种气味,可以远闻。 花有香气,我们很远的地方就闻到花香,但是花并没有来,香的气味你闻到了,你看不到,你也捉不到它,确实有花香。 这比喻空的意思,如镜之光,镜有光明,有光明它才能照。 镜子是一个物体,有形香,它能照,光,是没有迹象,在远的距离它也能照,都照在里面。 这事实在不得已,用这两个比喻。 我们在讲习中,常常用电波来做比喻,更容易体会。 电波变满空间,我们眼不能见,耳不能听,手也摸不到它,心里头也无法想象,它确实存在,无处而不在。 可见的,空,是有,空不是无。 但是我们无论用什么方法来说明,值的空不能变成有。 性空,它能变成物质,这个太妙了。 其实我们现代的科学家也相当聪明,发现值可以变成能量,能可以变成值,值与能可以互相转变。 那是,体,里头第二个意思,就是,值,值体,值与能可以互相转变。 我们以,心经,的话来说,值就是色相,能量是空气的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很容易能体会得到。 可是值与能是一桩事情,这个值能从哪里来的? 值能的本体是什么? 在网上追究一层,值能的本体就是性能,就是本性,科学家到现在还没发现这个问题。 性能是活的,值能不是活的,所以它是物质。 为诗里面讲,值能属于相分,性能属于见分,见相同源,前面也说过,见分与相分是相当不容易辨别的。 性体是形而上,值体是形而下。 西之本无,值体也是空的,你要是把它分析分析,它就不存在了。 性是当体即空,万法皆空,这是从性体上说的。 又说,原生无性,原生无性的性,不是此的性体之性,而是直体,原生无性就是说原生性空。 因缘所生法,我说即是空,这是,中观论,上所讲。 因缘生法,这一法是许许多多条件集合,离开这些条件,这个物体就不存在,所以它是许许多多条件凑合而现的假相,是暂有的现象,不是永存的相,只是暂时有的相。 我们在直体上下手。 佛经里面常说直体,双持性相,鬼身误解,双就是讲性与相,持是保持,它能够将性相集合在一起,就是见分跟相分集合在一起。 特别是在有情分上,像我们这个人生,身是质体,这个肉身是物质,许许多多细胞组织成的。 今天研究电子,里面有软体,有硬体,我们这个人生就是软体,硬体组合的,就是这么回事情。 这里面有相,有性,我们的精神就是性体,六根的根性就是性体,我们这个色身就是直体,可见得的确双持性相。 这个组织是有条不紊,虽然复杂,它有条理。 因为它有条理,有规则,所以就能够理解。 不但我们人可以理解,诸天也能理解,甚至于恶鬼,畜生也能理解,九法界有情的众生都能够理解它。 佛经里面的本体有两种,一种是性体,一种是直体,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 直体是分析空,亦分析它本来没有,本来没有,现在它有了,虽有还是没有,有根模式亦不是二。 譬如我们看一栋房子,这个房子是砖造的,迷人一看,哦,这是栋房子。 它的看法有没有错?也不能算错。 建筑师到那里去看,他没有看到房子,他只看到这个地方多少砖,多少瓦,多少钢筋,多少水泥。 他有没有看错?也没看错。 他的看法比我们一般人就看得深入,我们一般人只能看到外表,他将屋子里头都看透了,他看到砖头,瓦块,钢筋,水泥是真的,房子是假的。 懂不懂这个意思?这是排列组合的。拆开来还是那么多砖头,还是那么多瓦块,可见得房子这个像是假的,假有。 在看砖头,瓦块也不是真的,是许多分子,原子,电子组合的。 看到最后,一切万法无非是一些原子,电子,基本粒子而已,除这些东西,什么都没有,这就是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色不易空,空不易色。 所以不是说把房子拆掉之后,你才晓得,哦。 没有了,建筑起来的时候一看就没有,当体积空,这个观察才能观察到它的真实像。 观察到真实像的好处太多,不会在妄想里面起分别,执着,换句话说,不会在妄想里面去造业,去打妄想,你的心就清净。 晓得一切法是平等相,一切法具不可得,你的心清净。 清净心就生智慧,智慧心见一切境界像就叫做,观照。 我们现在见色纹身不是观照,因为我们里头有分别,有执着,离开了分别,执着,见文觉之皆是观照。 所以观照的心,是用真心,失去观照的心,是用意识心,就是分别执着心。 观,是观察,跟沉相接触称为观,照,是明了,一接触就明了,没有通过思维,不用心意识。 底下是比喻,思非不执,不非一执,说明分析空。 思非不执,执就是我们讲的执了,体执。 思可以之不。 这块布什么执了? 思织品,可以这么说法。 如果说布的执了就是思织品,能不能讲得通? 讲不通,还有棉,麻,尼龙,很多种执了都可以做布。 这个意思就是古人所讲的,白马飞马,就是这个意思,如果你说白马是马,黑马就不是马了。 布飞一执,我们这个衣服什么执了? 布的,布一。 如果说一的执了就是布,这也讲不通,还有皮一,毛一,所以一的执了不止布一种。 思除了做布之外,还可以做其他东西,布除了做衣服之外,也有许许多多的用途,它不是仅有一个用途。 仔细分析,一切法本来就不是一个定法。 所以这种有,佛家称之为,妙有,妙有是无有而有,有而无有,就是这个意思它才妙。 真空跟妙有是一桩事情,不是两桩事情,所以,真空不空,妙有非有,这就是一。 一,就开悟,就入进去,二就是障碍,就不会开悟。 这对我们修行人是一个很大的启示,你要想入门,一门才能开悟,你要学二门,这一身就别指望开悟。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,只容许一门才能误入。 为什么要开那么多门? 每一个人跟性不相同,喜欢从哪个门入,门门都能入的进来。 最怕的是搞两门,三门,你自己怀疑这一门不行,那一门大概还可以,那就糟糕。 一误一切误,这是绝对正确的。 譬如我们讲堂,四周围开十个门,无论从哪一个门进来,进来之后等于都进来了,一切都误入,随便从哪一个门进来都一样。 如果同时走两个门,你能进得来吗? 古来的大德最初学的很多,到后来都放弃,只留一门,他误入了。 为什么最初学很多? 最初不了解,再摸路,再探索,到最后一门深入,这才能成就。 我自己过去也是如此,虽然有个好老师指导,自己还是摸索二十年,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,于是才把一切经论舍掉,晓得搞这些东西决定害了自己,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选一门。 我选念佛法门,为什么选这个法门? 当年李老师劝我修念佛法门,我也念过,印光大师文超,我对他很赞叹,也信,但是不是真信。 不是真信就不肯真修,还要搞别的戴经大论,到以后发现这是真的,一切法门里面念佛法门确实高明。 怎么发现的? 在《华言经》上发现的,如果不读《华言》,不讲《华言》,我对于净土不能产生真正的信心。 《华言》会上,普贤菩萨与文书菩萨也是念阿弥陀佛,求生西方极乐世界,善财同子修的也是念佛法门。 《华言》,到最后,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岛归极乐。 我在华言会上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,对于净土才产生真正的信心,这才把所有经论舍掉,专门讲净土法门。 一门深入,其他的经论可不可以看。 可以看,可以听,要把力量汇归在一门上。 这一门是主修,与这一门有关系的可以参考,向善财同子五十三餐,到处去听,到处去请教,但是都是充实这一门,真正是一门深入,帮助深入,这个可以。 如果一听心就动摇,那不能听,没有资格听。 譬如学净土,佛念的已经不错,听禅师讲禅,不错。 也去参禅,那就坏了,那就没有资格去听。 听了,把禅的道理帮助念佛,这就对,其他的道理帮助念佛,帮助达道理一心不乱,提高自己境界,决定不参禅,这才对。 无论什么法门,全都帮助念佛法门,这样才能入得深,才能够悟得透彻。 今天想学这个,明天想学那个,一辈子都不能成就。 从体上用功夫属于性宗,无论是性体或者是直体,都是属于空宗,一个是当体集空,一个是分析空。 箱上下手的则是有宗,别箱就是在箱上用功夫。 箱,是讲,现像。 像是,暂起换有,是暂时现起,是假有不是真有,你要是把这东西当作真有,就看错了。 小的是假有,假有可以享受,不可以执着,享受就得乐,执着就有苦。 受用是对的,决定不执着,才能做到受用自在。 为什么不执着? 因为它是假的。 假的怎么可以受用? 那我要问你,你们常常看戏,戏是真的还是假的? 假的。 假的,为什么你要看? 看得很开心。 这不是受用吗? 戏里头这些人物事情,你并没有把它当真,所以你不烦恼,看了很快乐。 人生就是在演戏,都是假戏。 你要是不当真,怎么会不快乐? 你要是当真,那一天到晚就生气了,你就不快乐。 这个地球一切森罗万象都是假的,就好像戏台上表演一样,一下就过去了,你要是把它当真,那是迷惑颠倒。 明白,香,是,赞其换有,人生就有乐趣。 知道这一切是假乡,千万不能当真,在这里面成就自己的定会,如果你当真,成就你自己的货业苦报。 可见得观念差一点点,结果就不相同。 观念一错就迷,就把赞其换有的假乡当作真的,他就迷惑,造业,受报。 所以佛菩萨在九法界,在六道里面,游戏神通,自在。 真正快乐。 他这个自在快乐从哪里得来? 就是晓得一切都是假的,他一样也不执着,一切受用现成,一切受用自在。 底下是比喻。 清氧化水,水是假的,不是真的,是清氧化合物。 土石积山,山也是假的,不过是土石堆砌起来的而已,把土石拿掉就没有山,可见得山不是真的。 这是比喻所有的现象都不是真实的,都是暂时而有的。 法华经,云,是法住法位,世间相常住,这两句话不好懂,这两句话说的是真相。 这两句话就是说世间一切法不生不灭,入了这个境界,就是正的无生法人。 譬如这间房子把它盖好,这个房屋生了,拆掉,这个房屋灭了,它是有生有灭。 为什么有生有灭? 因为你折了香,折了这个假香,觉得这个假香有生有灭。 而觉悟的人,他没有着这个假香,他只看到砖头瓦块,堆起来是砖头瓦块,拆掉之后还是砖头瓦块,不生不灭,他看到的是不生不灭。 法华经,里面讲,是法住法位,世间相常住,这是实相,真实相,其他一切组合是幻相,假相。 既然是假的,哪有生灭可言? 本来不生,什么时候有灭? 这个意思更深一层了。 虽然现的是假香,假香有作用,起香它就有作用,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的作用认识清楚。 用,是,力量,能变现状,力就是能变化。 水与气冰,工各不同,水在零度之下结成冰,温度加高变成水蒸气,它是一个东西三种形态,三种相不一样,气体,液体,固体,相不一样,作用就不相同。 真气可以推动火车,推动轮船,可以把它当作动力来利用,水,渴了可以解渴,水蒸气不能解渴,冰块它可以有障碍,水蒸气没有障碍。 相,不相同,作用也就有变化,各有各的作用。 总体来讲,就能够看出来,佛法里面讲,万法无常,一切法确实是无常的,无常里面你要想求的一个天长地久,那是痴人说梦,没有那回事情。 这事教我们,对于任何一法都要从体相用三方面观察。 三方面观察到了,才真正觉悟万法皆空,万法无常,原生无性,佛法里面常常讲的这三句,你就真正明白,真正开悟了。 误入就是智慧,智慧能断烦恼,能破无名,就能帮助你离苦得了。 并,升起三游。 体相用里面,特别从相上下手,研究差别的现象怎么来的。 身起三游,现象的发生有三个条件,这三个条件就是,因,缘,果。 这一段就是体相用三分里面,相的注解,就是对于相的深入观察,它有因,有缘,有结果,结果就是这个相换相形成。 佛法里面平常讲因果,把当中,缘,省略了。 因如果没有缘,不会结果,一定要有缘才会结果。 佛法的修正,或者再讲浅一点,改造命运,可能吗? 可能。 有什么理论依据? 就是依据缘。 因已经造了,没有法子,不能改,可是因要是没有缘不能结果,如果你能把缘控制住,就能控制结果。 我过去造恶因,晓得恶因一定会感恶果,但是没有缘,它不会结果。 我把缘控制,不让它有缘,虽有恶因,它不会结果。 我造善因,想的善果,我把善因再加上善缘,善的果报一定现前。 佛法讲改造命运,理论依据就在缘上。 所以佛法不讲因身法,讲缘身法,特别强调缘。 因,是,动机,是,造作,这两种都是轻因缘。 在佛学术语里面讲,这个因是种子为时论上称动机为种子,是现形。 种子就是习气,我们每一个人阿赖耶时里面,都含藏有实法界的习气,佛,菩萨,身文,圆觉,天,人,修罗,恶鬼,地狱,畜身都有。 实法界的种子统统具足,种子具足就是因具足,实法界无论哪一界的果报都有可能,你要到哪一道就看缘。 人能不能成佛? 当然能成佛。 为什么能成佛? 因为你有佛的种子,你有成佛的因。 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成佛? 你没有成佛的缘,你缺少住缘,所以你不能成就,道理在此地。 造作,就是现形,就是我们现前一切造作,这个造作又在阿赖耶时里落下种子,所以现形也是轻因缘。 因,有过去跟现在,动机是讲过去的因,造作是现在的因。 现形,一现九影。 我们不是实法界的种子都有吗? 现在我们的的是人生,在十法界里面我们是人法界这一个种子现形,其他九法界的种子在,并没有消失,但是它不起作用。 一个法界现,九个法界隐,九个法界不现,只现这一个法界。 这种情形就叫作夜报身,夜报。 如果能把夜报转变成智慧,那就得大自在。 怎么自在法? 就可以同时在十法界都现身,像那些佛与大菩萨无时无处不现身,我们讲分身,的自在了。 可惜我们现在没能做到,真正能做到,那就像我们念,华严经,念,梵网经,千百亿化身,这多自在。 就不会感觉到很苦,分身无数。 因,是清因缘,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。 缘,就是讲机会。 缘里面包括有三种。 第一种是,所愿缘,就是所愿之缘,所愿就是我们所希望的。 我们今天念佛,希望成佛,希望成无上正等正觉,无上正等正觉,就是我们所愿的。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? 你现在所愿的不止这一样,好多好多,还有明文力养,五欲六成都是你所愿的。 比较起来,恐怕明文力养所愿的心还特别强,求无上菩提的心只用各一分,两分而已,不胜强烈,心里是希望,现在不得到还不要紧,还不想急着得到,所以菩提这个所愿缘的原力量薄弱。 但是你对于烦恼的所愿缘很浓厚,原贪甜吃慢,这个力量太强了。 无上菩提跟贪甜吃慢,你阿赖耶时的种子都具足,但是你现在想要无上菩提的心念不强,在时间上来讲很短暂。 现在在讲堂里面心里想,我要求无上菩提,下了课马上就求贪甜吃慢去了,这不行。 一天二十四小时,想到无上菩提只有几分钟,想到贪甜吃慢几十个钟点,那怎么行? 当然贪甜吃慢做主,因为他的时间太长,力量太强大了。 所愿缘非常的重要,就是你有了期望。 有期望,还得要一个重要的因素,就是,无见缘,无见缘是你这个期望不能间断。 我们对于无上菩提常常见断,所以不能成就,不是不想成佛,成佛这个念头常常会被打断。 就拿念佛来说,不是不想念佛,佛号常常见断,不能够二六时钟相续不断,没有这个条件,纵然想念佛也是空的。 可是你的贪甜吃慢是从来不间断,所以你想想,后来有什么果报。 这是成败关键的所在。 轻因缘因,所愿缘,无见缘都是自己本身具备的,外面的条件就是,增上缘。 诸佛菩萨帮助我们,是属于增上缘。 轻因缘是每个人具足的。 所愿缘跟无见缘如果自己不具足,佛菩萨帮不上忙,你自己真正具足这两个条件,佛菩萨就帮上忙。 我们现在,佛法里头这两种缘有,但是不足,烦恼习气,这两种缘很具足。 外面境界,你六根一接触就起贪心,就起甜惠心,因为因缘具足。 外面境界帮助你贪,帮助你鱼吃,帮助你甜惠,帮助你造业,这是增上缘,都帮上忙。 佛菩萨帮不上忙,因为你所愿缘跟无见缘力量不足,太薄弱。 因加上缘,后面就有,果报,果报式,结成,起香。 经论上告诉我们,一切法可以归纳为色,心两大类。 心法包括一切心理现象,一定要具足四种缘才会起香,那就是轻因缘因,所愿缘,无见缘,增上缘。 如果是色法,就是讲物质,植物与矿物,不需要所愿缘跟无见缘,它只要两种,一个是轻因缘,一个是增上缘,它就结果。 下面是以植物来做比喻。 植物只有两种缘,不具足四缘。 如种下地,种是种子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 以瓜来说,瓜子是它的轻因缘,这是长成瓜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 瓜子能不能结成瓜? 它必须得到缘,如果得不到缘,不会结成瓜。 我们把瓜子装在玻璃瓶里,装上一百年它也不会长成瓜,那就是缘不具足,虽有种子而没有缘。 它的增上缘,如日水肥,要土壤,肥料,水分,阳光,这些条件具足,它一定能长得很好,才能成熟,才能结果。 长占不同,种子成长时间长短不一样。 瓜,三,四个月就长成,就结果,桃李树要三年才能结果,这就是时间有长短不一样。 增上缘有,强弱之盘,土壤有种种不相同,质地不一样,阳光充不充足,水分够不够,对于它的生长有密切关系,所以结果,迟早有时。 同一棵树,每一个枝条它所得的增上缘都不一样,有的偏在阳光那边,它的花开得好,果实鲜熟,背着阳光这边,它结的果就比较小,它熟得比较晚。 这全是缘的充足与否,所以果报不相同。 如果是在有情众生动物,除增上缘之外,所愿缘跟无间缘是决定的因素。 这就是在别乡上给我们透出一点修学的消息,让我们在这下功夫。 人生如是,不出因果定律,善因一定得善果,恶因必定的恶报,应是自己造的,果报当然要自己受。 我们一切的际遇,自作自受,不能够怨天尤人,怨天尤人自己又造重罪了,后来的苦报,那是不堪想象。 转业的方法,就是控制缘,缘要是控制住,境界就转变,果报就转了。 末后两句,有因同果意,有果同因意,这也是普遍所见到的现象,特别是在有情分上,无情不会,无情是种瓜一定得瓜,瓜不会长成豆,道的种子也不会结成瓜,可是在有情分上就不一样。 譬如你们同学在一个班上念书,同一个学系,现在你们因相同,毕业之后到社会上,个人有个人的事业,发展到最后不一定能相同,这是因同果异。 为什么会果异? 缘不相同 每一个人的际遇不一样,将来在社会上,种种因缘不相同。 也有果同的,譬如政府里面的部长,都是部长阶级,可说是果相同,但他因不相同,这是什么原因? 这些部长并不是都念政治,并不是都念同一个学校,这里头也是缘,可见得缘战决定的因素。 所以佛法说缘身论,要我们特别重视缘,缘能够改变因果。 对于一切现象一定要懂得这样来观察,就不会迷惑。 丁,法有两端。 法有两端,一切法不外乎,是,理,是理是亦不是耳。 是,是,迹象,是,行动,迹象就是现象,行动就是利用,就是三分里面的相语用。 相语用都是属于是,理是讲题,还是三分里面的理题,是象,是用。 是属于科学,理属于哲学,理是不二,圆容无碍。 经典里面,有时说理,有些经论偏重在理论上,像,金刚经,百法明门论,班若心经,都是偏重在理上。 读这些经典,明白这个道理,要把这个理会归在事相上就有用处,从理要悟到事,这就圆容。 事成于理,一切事都有理论的依据。 无理事不能通,不可置事魅力,这是很重要的求学态度。 有一些念佛的人心里想,念佛只要老实念佛就可以,何必还要研究这些教理? 那就错了,就置事魅力。 他不晓得,如果不懂得念佛的理论,这一句佛号念不好,念久了没有感应,他觉得不灵,就懈怠,退转,一定要懂得他的道理。 所以佛说那一些偏重在理论上的经,有他的用意。 理,是讲,义去,义就是道理,去是讲他的去向,归去,这是,解说,讲堂里面的教学。 有时说是,像,弥陀经,说的是是,地藏菩萨本愿经,也说的是是。 在知识分子来说,凡是说理的经容易接受,认为蛮有道理,说是的经不容易接受,认为都是迷信。 理依于是,理事是分不开的。 一切经可以分为理事这两大类,讲理的经好讲,疑问少,讲的有兴趣,讲事的经难讲,讲事的经一定要说出一番道理,这个是人家才会相信,这个不容易。 说理的经,一定要把理说在日常生活当中,如何能够显现出来,这个理才不至于落空,理与是要相应。 有理有事的经也不少,像,华严经,说理也说是,理是圆融,理是无碍,事是无碍,这样的经是非常完整的经典,既不偏于理,也不偏于事。 莲池大师注解,弥陀经,就是,有时说理,这不经是说是,他就说理,他要不说理,是没人相信,理说得很透彻,是人家就相信。 无事理何所利,不可止理废事,止理废事是病,这个病比治世魅理这个病还要严重。 因为止理废事容易落在狂慧,堕落在恶曲空,并不了解佛法的真实意,他的方向走偏差,错误了,反而不如致世魅理。 致世魅理,他执着异端,执着念佛,纵然不能往生,来生还得福报,如果止理魅事,来生必定堕落,连福报都得不到。 但是佛法的修学一定要圆容,要懂得理事无碍,事事也是无碍,原本就是无碍,如果觉得有障碍,那事本身出了毛病,一定要把毛病找出来,把毛病改掉,你才有门路可入,才能真正达到理事无碍,事事无碍,那就得大自在。 这个无碍的法界,在净土里面是石爆装盐土,长寂光土,如果你还没有往生,现在在这个世间的大自在,游戏神通,与诸佛大菩萨注释无二无别,这一种受用享受真正不可思议。 这个表介绍完,我们做一个总结。 表里面提出八个项目,体,项,用,因,原,果,事,理,这就说明无论观察哪一法,你要观察到八个方面,八面玲珑才能得到真相,缺少一面都是迷惑,不能得其真相。 可见得学佛并不盲目,学佛人对于一切法的观察确实相当的细密。 八面观察也不过是看一个外表而已,略知,还谈不上深度。 如果是深一层观察,这八面,每一面里头都有八面。 单单说体,体里面有体之体,体之相,体之用,体之因,体之源,体之果,体之势,体之理,每一条里头都有八条,六十四面。 六十四面观察,才算是有一点深度,还不太深。 在深一层观察,这六十四面,每一面里头又有八面,五百一十二面,算不算最深? 不算,其身无底。 佛观察这个世间真是不可思议,我们怎能比得上? 我们连一个表层都没有顾及到,只看到一面,两面,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,所以佛说我们邪知邪见。 连表层的八面都没看清楚,怎么能说自己有智慧? 从这里你就能体会到,佛菩萨智慧之大,不可思议,我们不能不佩服。 学佛特别贵重全体圆融,面面观察到就是全体圆融,这是真正开智慧。 如果是缘解初开,智慧现前,这个时候的境界,如同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,不起于见,不着于香,实际上就是,金刚经,上所讲,不取于香,如如不动,不起于见,就是如如不动。 不生之解,不着一切香,心形触灭,言语道断,这个时候的境界就是实相现前,也就是一真法界现前,也就是实报庄严土现前,或者说清净法身现前。 佛跟我们讲的,真是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 世尊说法的本意,就是在破我们现前的执着忍我执,法我执。 忍我执演变成烦恼障,法我执演变成所知障,这两种障碍使我们的清净心不能现前,使我们的法身,般若都不能现前,这是并根的根源。 没有这两种执着,真性就现前。 所以情直如果不断,再要执着言说,明子香,又生了疑惑,又起了错误的解释,就是又起了邪见,那是并上加病。 这是我们学佛一定要注意到的,不要学成并上加病,一定学了之后,那个并要减轻。 要晓得听佛法是破执着,是把我们妄想分别从心地理清除,可不能增加。 前言 十四讲表是李炳南老师特别为大专学生编的,把整个佛法做一个轮廓,简单地介绍给同学,好像是说明书一样,佛法的说明书。 十四讲表共有十四个单元,具有完整的体系,前面七个单元是属于一般常识,后面七个单元是佛学。 第一讲说明,佛,这个字的定义,换句话说,就是认识佛教。 我们要想学佛,佛是什么? 首先要把这个搞清楚才不至于误会,才不至于迷信。 第二讲是讲研究的方法,这种方法不但可以应用在佛法上,乃至于可以应用在世间许许多多的学术方面。 第三讲是破除一些障碍,这里面略举五个例子,这五种都是学佛的障碍。 在近代,诸位学佛可以说这些障碍都没有了,在当年,学生们学佛都怕人家说他迷信,所以学佛都偷偷地学。 现在不会了,现在也有很多老师学佛,学佛变成很时髦,不像以前障碍多。 第四讲与第五讲是讲人生观,第六讲与第七讲是讲宇宙观,这四讲是非常重要的科目。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? 主要就是要解决人生宇宙的问题。 人生宇宙的探讨,就好像大夫治病一样,先要诊断病原,我们的毛病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。 知道自己有病,这才去对治,治病先的找一个好大夫。 十四讲表前半部是发现病,后半部就等于治病。 第八讲就是佛教的内容,等于介绍医生。 第九讲到第十三讲是讲解脱的方法,好比是用药治病。 这里面第九讲是属于总论,向下四讲是别论。 别论里第十、十一、十二讲,这是普通的法门,我们讲通途法门,是八万四千法门的纲领。 第十三讲提出一个特别法门,那就是,净土法门,这个法门实实在在是特别的。 到这个地方都是讲佛法如何解决人生宇宙的问题,如何达到佛法修学的目标。 第十四讲是结论,劝勉我们要以最高度的警觉心来修学。 所以这个课程有很精密的体系,前后的顺序一脉相成,有层次,有条理,在思想上来说,在文章上来说,都是属于第一流的。 这是把十四讲表整个的内容结构给诸位说出。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,它不是宗教,也不是学术。 佛教本身称宗教是指,宗门,教下,宗是宗门,旧是禅宗,教是交下,十个宗派,除禅宗之外,其余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下。 如果拿佛教当作宗教看待,一开头就迷,这一迷就迷到底,麻烦就大,不但佛教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,甚至于佛教所有经典你都会错解。 现在有很多外道注解,金刚经,心经,简直是胡说八道,那是宗教,那不是佛法。 现在的佛法,在全世界有三种不同的形态。 第一种是纯正的佛法,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保存着。 第二种是宗教的佛法,佛法变成宗教,在全世界相当普遍,那是迷信。 第三种是学术的佛法,把佛法当作世间学问来研究,在日本特别多,走学术道路。 这一遍把佛法变作世间法,都不是佛法的本来面目。 我们今天要找的,是找佛教的本来面目,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 佛法是以破弥开悟为宗旨,以离苦得乐为归去结果,待用,我们也可以说破弥开悟是佛法的大学问,离苦得乐是佛法真实的果报。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希望离苦得乐? 所以佛法追求的是快乐,如果学佛的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,这佛法谁要学他? 十四讲表的内容,主要就是说明佛法的宗旨与果用,所以这个小册子可以说是学佛的指南,是学佛的基础。 古人说,读书如果不能够像自家身心上做功夫,虽然是读尽天下之书也没益处。 把书里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,变成生活就是享受,不能变成生活那就变成书呆子,带来是苦不适乐。 所以在佛门里面,古圣先贤教诫我们,文法最要紧的是,消归自信,修行最要紧的是,转实诚治,这两句是最好的修学态度。 第一讲先明佛意 甲,佛知识意 第一段是,佛知识意,解释,佛,这一个字的意思。 这一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,音是,佛的音,旁边加一个人,当时是心字。 这一个字是梵文,佛陀耶的略称,中国人把尾音省略,单称一个,佛,字。 佛,这个字的意义可以说是把整个宇宙人生都包括进去,这里面有本体,有现象,有作用。 体就是我们讲的,佛性,唯有佛性是真实的。 实在讲,佛性应该只讲一个,性,所以佛经常讲,自性。 有情众生动物的自性称为佛性,无情众生植物,矿物的自性称为法性。 佛,的意思是智慧,觉悟。 智,是体,是性体,觉,是自性启用。 自性的本体是智慧,自性的作用是大觉。 虽然中国文字里面,智觉这两个字能够翻译出,佛,这个字意的一部分,还是不能翻的圆满,不得已只好保存原因再加以注解。 这个智,这个智不是我们普通讲的智慧,这个觉不是我们普通说的觉悟,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概念里面所没有的。 先讲,智者,的含义。 智,包括三类,一切智,到种智,一切种智,这些都是佛学术语。 第一个意思是,一切智,用现代哲学名词来讲,就是正确地了解宇宙的本体,这样的智慧,在佛法里称为一切智。 一切智,阔弧里面就是简单的注解,知法总相。 法,这一个字在佛学里是一个代名词,是整个宇宙人生的总代名词,宇宙人生一切的理论,一切的现象,一切的过程,一切的一切,带到整个宇宙,小到一为成,我们今天所讲的原子,基本粒子,皆称为,法,所以法是宇宙万有的总代名词。 总相,就是共同的现象,无论哪一法都不例外,都有共同的现象,这个相我们就称为总相。 每一个法不相同,我们就称为别相,差别的现象。 佛法讲,原生性空,性空就是总相,原生就是别相。 总相相当于现代哲学所探讨宇宙的本体,别相相当于哲学所讲的现象。 本体是什么样子? 本体是空箱,佛法讲空计,但是这个空不是当作,无,讲,空不是什么都没有。 佛法里面讲空,空里头有,空不是无,空是有。 那奇怪了,有怎么能说空? 说空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,耳朵也听不见,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,但是真的存在。 譬如电波,我们拿个无线电收音机,频道一对马上就有声音,电波充遍空间,我们看不到。 电波在哪里? 抓也抓不到,但它确实有。 所以佛法讲空,它有,它不是无。 心经,里面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一切法的总相是,万法皆空,无有意法不空。 从本体上讲,一切法都是空的,现代科学家也似乎体会到这个意思,但是没有佛法说的那么样的精深博大。 现代科学家承认,一切的物质都是基本粒子组合,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才有种种元素,有元素再加上不同的方程式,所以才有宇宙万有,森罗万象。 追根究底都是同一个物质基本粒子,这个东西,科学家发现这是最小的物质,所有东西全是它组合的。 它从哪里来的? 它的究竟又如何? 科学家不懂。 佛法理说的更深,这个基本物质从哪里来的? 从见分变现出来的,这就是精神跟物质是同一体。 为诗里面讲,见相同源,见分跟相分都是从自正分变现出来的,同一个本体,自正分就是自性,见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神世界,相分就是物质的世界。 佛法讲物质,它是讲四大,地,水,火,风,四大就是说明物质有四种特性,所以它才能够变现万法,变现实法界一正庄严。 得大,它是一个物质,虽然很小,它还是有体积,地是有体积的物体,所以地是代表它是一个物体。 火大,代表它有温度,能量,水大,代表它有湿度,我们现在讲带阳电,带阴电,佛经讲火大,水大。 风大,它是动的,不是静止的。 最基本的物质有四种特性。 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物象没有不变的,没有不动的,一切物象都是在那里变化,变动。 为什么? 因为它组成的基本粒子是各动向。 从这上面来看,一切法是空相,万法皆空,这是讲分析空。 科学家今天所观察出来是一种分析空,分析到最后都是一个基本粒子。 佛法更深入去观察,基本粒子是从哪里来的。 从法性里面无中而有。 无中能有,有又能归于无,所以空有不二,空有是亦不是二。 换句话说,精神能够变物质,物质又可以化为精神。 绝不是今天所讲的职能互变的职与能,那是物质之能,不是真如本性之能,精神之能,精神之能可以能够变成职能,职能可以变为物质。 这一层,科学家还没有发现,相信科学不断的进步,一定能够发现这个原理。 所以从一切法的本体去观察,它是一个空相。 如果真正了解一切法的空相,有什么好处? 好处太多,你的烦恼没有了,你的分别,执着没有了,心能够在境界里呈现出清净平等。 佛的心是清净的,平等的,它从哪里的来的? 他之法总相。 怎么会的清净? 一切法里,他不执着,不分别,他晓得一切法原来是一样,没有两样。 一切境界没有好处,同是基本粒子造成的,造成的原料是一样,所以一切法无有意法不平等,平等心从这里起的,心平等,当然就清净。 这是第一种智慧,这一种智慧,阿罗汉就得到了。 佛法所追求的是,无上正等正觉,一切至现前叫做,正觉,真正觉悟,正确的觉悟。 对于宇宙人生不迷,正确的认识,称之为正觉。 这个正觉并不圆满,为什么? 只知道一切法的总相,晓得一切法是平等的,是空气的,但是不知道现象怎么来的。 晓得皆是基本粒子组成,没错。 基本粒子怎么会组成这么多东西? 使法界一阵庄严,森罗万象怎么来的? 这就讲现象,这个学问又高一层。 能够正确明了宇宙万象的智慧,称为,道种智。 道种智,种,就是种类,在宇宙之间,无论是动物,植物,矿物,种类无量无边。 这么多的种类怎么来的? 一般人想不出来,以为一定有个神在那里制造。 神造万物,神就太忙了,一天到晚忙着制造,造了这些人后来又反对他,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? 这些宗教家们找不到答案,就想出一个神来制造。 神是从哪儿来的? 是人心里变现出来的。 上帝能造万物,什么人造上帝? 我们大家造了上帝。 我们要是不承认他是神,是上帝,他也无可奈何。 所以不是上帝制造的。 道,就是道理,程序。 什么道理,怎么样一个过程,会演变到现在的森罗万象? 这个学问就相当复杂,这种智慧就是道种智,这是菩萨的智慧。 道种智现前就叫做,正等正觉,比正觉要高一层,他不但知道宇宙的本体,还晓得一切现象发展的过程。 知法总相就是理体上的认识,知法别相,就是现象的认识。 第三种智慧,这是最圆满,最究竟。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,究竟圆满的明了,没有一丝毫的迷惑,也没有一丝毫的差物,这样的智慧称为,一切种智,一切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切智,种智就是道种智。 我们讲本体跟现象是分开来说,其实本体跟现象是一桩事情。 如果拿,心经,上的话来说,一切智就是,空,道种智就是,色,一切种智就是,色不亦空,空不亦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原来是亦不是二。 假如诸位能够发现道一,你就入门,佛法的门称为不二法门,你就入不二法门。 你晓得总别不二,这就入了佛门,如果总别是二,你就无法入门。 这是说性相不二,性相亦如,这是启用当中的正知正见,就是我们讲的佛之佛见,法华经,里面所说的,开始误入佛之之见。 这个智慧现前,这才叫做,无上正等正觉,唯有佛缘满正德。 三种智有密切的关系,是一而三,三而一。 罗汉偏在一切智,菩萨偏在道种智,唯有佛才圆满。 我们学佛最聪明的修学法,知见要缘不要偏,主观就偏,客观就缘。 诸佛如来没有丝毫主观观念,它是圆融自在, 阿罗汉有它的主观观念,菩萨也有一些主观观念,所以它不缘。 这是说明我们如果想学聪明,就要学客观,不要有主观观念存在,才能够成就圆满的智慧。 这三种智,从什么地方得到? 从一心当中得到。 行门里面,直截了当求无上证等证诀的,就是,弥陀经,使用的方法一心不乱。 在中国,无论哪一宗,哪一派,没有不念佛,包括禅宗,禅宗的课颂本晚上都念,弥陀经,都念阿弥陀佛。 华颜经,理修行的方法有两千多种,可以说是相当之多,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念佛法门。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,自始至终就是修念佛法门,而普贤菩萨导规极乐,显示出无论哪个法门,可以成就正觉,可以成就正等正觉,但是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,如果要成无上正等正觉,一定要修念佛法门。 念佛法门代表一心不乱,唯有一心不乱才能达到一切种智。 所以念佛法门是修学一切种智的方法,手段,实实在在在不可思议。 觉者,这是讲智慧的作用。 智是体,觉是用。 有体就有用,如果没有作用,这个体要是得来也没有意义,没有价值。 这个作用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解脱,如果用三得法身,般若,解脱来说,佛佛性就是法身,智者就是般若,觉者就是解脱,解脱就是得大自在。 作用又分两方面,一个是对于本身,一个是对于环境,对本身的事,觉察,对环境的事,觉悟。 这里有两个专有名词,第一个是,烦恼障,第二个是,所知障。 烦恼本身就是障碍。 所知本身不是障碍,所知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,但是所知现在变成不知,这里面必定有一种障碍,障碍所知,我们称它为所知障。 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一定要清楚。 烦恼障,烦恼障就是见思烦恼的总称。 见,是见解,思,是思想,见解跟思想错误,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烦恼。 见思烦恼里,以,我见,为第一。 维时论,说了一百二十八根本烦恼,以及等流语障烦恼,数目繁多。 百法明门论,把它归纳为二十六个,六个根本烦恼,二十个障烦恼。 可是诸位要记住,这是归纳为大类,每一类里面包含的投鼠是说不清楚的,烦恼无量无边。 我们要想断烦恼,这烦恼像树一样,无量无边是枝叶,能够找到它的根本,从根本上断就容易。 烦恼障的根本是,我值。 有我才有烦恼,如果没有我,烦恼就没处落脚。 烦恼障的根源是我值,所知障的根源是法值,这两种执着要试破了。 这两种障碍就没有了,这才能明心见性,成佛作祖。 种种烦恼,它能够扰乱我们的身心,能够障碍涅槃。 涅槃是梵语,通常翻作圆祭,圆是功德圆满,即是清净寂灭。 我们的真如本性佛性,自性,清净心,确确实实是圆满功德,是清净寂灭,就像六祖所说的,本来清净,本来具足。 现在我们的心不清净,不清净是因为你有烦恼,你有烦恼才不清净,有烦恼才不自在,有烦恼才有无量无边的苦报。 所以学佛,首先就要断烦恼。 学佛最低的限度要能够改造命运,要能够转业,这是最起码的,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,我们就白学。 像圆了凡,却确实实把自己的命运改过来。 在台湾,许多学佛的人,后半生的命运都是自己学佛当中改造的。 李炳南老师今年96岁,他说他的寿命没有这么长,顶多也不过69岁而已,今年96岁,自己修得来的。 我在没有学佛之前,有很多人给我看像算命,说我过不了45岁,我今年59岁。